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国财航空有些人一听到普通话就讲更清楚 那说英文好了 No左Noない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6号星期五 前几天的狗哥是一直这个不太舒服 昨天呢是比较的严重 这个嗓子啊 他是疼的比较厉害 所以呢 在昨天呢 没有做这个新的影片 昨天一天呢 是睡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 今天呢就好多了 狗哥呢 估计这次呢 是又被羊了 因为这个上个星期 英文剁手是休息了几天 就跟几个朋友呢 是去了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呢 去玩 结果呢 有一个朋友 他回来以后呢 也出现了这个差不多的症状 有嗓子疼 还流鼻涕 所以呢 狗哥是怀疑自个儿呢 这次呢 是又被羊了 又被感染了 这个呢 应该是狗哥这几年以来 第二次 疑似的被羊 那为什么是疑似 因为狗哥呢 对这个情况呢 是从来没有检测过啊 从来没有准确的检测过 到底是不是被感染了 所以呢 都只能是这个疑似啊 第一次呢 是出现的前年 也就是在2021年的春天 那时候呢 是有过一次这个类似的症状 估计在当时呢 是就被羊了啊 第一次被羊 然后呢 就是这两天 应该的是第二次 所以呢 也提醒一下 大家 就是这个病毒呢 它始终还存在 它应该的是 不会在这个地球上 是彻底消失了 所以呢 大家呢 也要注意啊 也就是说呢 在以后 跟以前相比 大家都可能会出现 这种更多的感冒的症状 那其中有一些 很可能呢 就是武汉肺炎病毒 它导致的 这个呢 是首先 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 最近中国墙里边 这个所谓的 二次羊的这个情况呢 也是很多啊 据说现在呢 是正在出现一个高峰 所以呢 墙里边的网友们 对这个情况呢 也都要注意啊 特别呢 是家里边有老人的 今天影片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 跟最近几天的一个新闻 也是很热门的话题呢 是有关系 就是所谓的这个 香港国泰航空歧视 非英语乘客的这个事 这个小视频呢 它是四年之前的啊 是在2019年 当时呢 正是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所以呢 在当时 中国官媒啊 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呢 就痛批香港的这个国泰航空呢 是no作no代 那这两天 由于这个国泰航空的这个新事 所以呢 中国墙里边的舆论呢 就又把这个央视新闻联播啊 当年的这个东西拿出来 去继续痛批国泰航空 还有这个继续痛批香港人 本来呢 狗哥是想这个比较详细的聊一下国泰航空这个事 但是呢 看到这个中国的官媒们在这个事上都已经下场了 在带节奏 中国墙里边这两天呢 都是一片在痛批国泰航空 一片痛批香港人歧视的这种氛围 所以呢 现在 狗哥对这个事呢 反而是不太想去聊了 狗哥呢 想说两点 第一 就是在任何事上 一旦是这个中国的官媒们都去下场 去搞批斗 去带节奏 那基本上这个事呢 他就变味了 大家呢 对这个情况呢 就需要保持警惕 这两天中国的官媒们他们集中批斗这个国泰航空 他们的这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当年镇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在寻找合理性 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最近几年在香港搞一国一制寻找合理性 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以后在香港呢 压制英语 还有压制粤语 在香港强推普通话 去寻找合理性 这个呢 是中国的官媒们 他们这次在国泰航空这个事上 带节奏的主要的意图 所以呢 狗哥的建议呢 就是经常做这个国泰航空的网友们 大家都可以去密切的关注国泰航空 它服务里边存在的问题 你如果说发现了问题呢 也尽可以的向国泰航空呢 去表达不满意 去抱怨 去投诉 你像这些呢 都是没问题的啊 也是这个你身为乘客啊 身为这个客户 应该去做的 但是呢 对于这个绝大多数 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国泰航空 也从来没有去过香港的中国网民们来说 真的是没有必要去跟着中国的官媒 去痛批国泰航空还有香港人 因为在中国墙里边 在中国人身边存在的各种这个公开的歧视啊 真的是太多了 你这个如果说对自己这些身边的歧视行为 你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你没有这种反对歧视 反抗歧视的意识 你反而呢 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还有精力呢 去痛骂国泰航空 去痛骂香港人 那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就是严重跑偏了 这个呢就是完全被中国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带节奏了 比如说狗哥在这个前天的影片里边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 在中国上海的一个居民 他呢是失业了 然后呢 开网约车赚钱养家糊口 但是呢 因为他开网约车没有办证 结果呢 就被上海的官方把这个车给扣了 还罚了他一万块钱的毛币 但是呢 这个网友呢 他在上海没有户籍 那他没有上海户籍 上海的官方呢 就不会给他办证 让他合法的去开网约车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国墙里边最常见的一种歧视 就是大城市里边歧视外地人 歧视没有户籍的人 另外中国墙里边的各种这个招工招聘的广告 里边都可以公开写上年龄超过35岁的不要 那这个是不是更常见 更普遍的一种公开的歧视 所以呢 你要说歧视 那这个中国墙里边 他可以说呢 是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各种歧视问题 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对这些中国人歧视中国人的情况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呢 平常都是这个视而不见 习以为常 这两天呢 反而是在国泰航空这个事上表现的 好像是这种平等意识 好像是这种反歧视意识是爆棚 狗儿认为呢 这个呢 他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反歧视 这个本质上还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发泄 这个呢 是第一点 狗儿想说的 第二点 狗儿想说呢 关于这个香港人歧视大陆人的问题 还有在香港存在的其他这个歧视问题 这些方面你说起来呢 可能就这个太复杂了 几分钟之内 你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香港这个地儿 这个城市 它肯定呢 也存在歧视问题 比如说 对香港的这个外傭 非傭们 存在的这种歧视和不公众的待遇 这个呢 是公认存在的 以后如果有时间 狗儿自己呢 可能呢 也会在这些方面呢 做一些研究 然后呢 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看到这个影片的香港的网友们 也可以呢 在这些方面 给狗哥呢 提供一些资料 还有观点 总而言之 其实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球上 每个国家 每个社会 它都会存在 只是这个严重程度不一样 这个呢 就决定了 哪些国家和社会呢 更文明 哪些国家和社会呢 还处在这种野蛮的状态 对国大航空这个事 狗哥想讲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中国的网民啊 真的是没有必要 跟着央视新闻联播的节奏呢 去恨香港人 墙里边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是 中国人对中国人严重歧视的问题 是中国人之间严重歧视的问题 只有这个问题你解决好了 你才能够真正去解决 在墙外边这个所谓的中国人 遭到歧视的这些个问题 国大航空呢 这个事 狗哥呢 就说这么多 另外狗哥在今天呢 还想说一个想法 就分享给这个清醒的中国的网友们 狗哥自己呢 是不回中国了 狗哥在这呢 说一个如果啊 就是如果 即便是狗哥的将来 会去中国 那狗哥呢 应该也不会再去香港和新疆 这样的地呢 去游玩 去当游客 因为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如果说再到这些地方去旅游 狗哥呢 就会感觉到是很不舒服 因为最近时间一来 中国官方 他在香港 还有新疆 他们搞的这些个事 他们这些个政策 已经是给这两个地方呢 带去了很大的灾难 这个呢 就会导致很多香港人 还有维吾尔人 他们对中国 对中国人这种感情上出现撕裂 狗哥自己是认为 你身为这个中国普通人 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其实呢也是有责任的 说白了 这个中国的普通人 现在你如果去香港 去新疆 可能呢 就会被很多的香港人 维吾尔人 看成你是这个殖民者 你是这个得意洋洋的占领者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哥自己呢 是不会再以这个中国游客的身份 去香港 还有新疆这样的地儿 除非在以后啊 是为了这个做新闻 拍这个新闻的影片 那这个呢 还可以再去 这点这个清醒的中国网友们 应该呢 也都会认可 关于这个话题 就聊这么多啊 今天再重点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首先 也是这个前天影片的一个后续的信息 前天影片里边 狗哥呢 是重点聊了这个中国最牛X的公司之一 阿里巴巴 他进行裁员的这个信息 那 随着阿里巴巴的裁员 阿里 他在这个中国总部所在的城市 杭州 杭州的楼市呢 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其实这个情况啊 熟悉这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和中国房地产的官员们 应该呢 都可以想一下啊 中国杭州 他这座城市的房地产啊 楼价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阿里这家公司的那些高收入的马农在支撑的 那最近还有现在这个阿里的裁员 他必然呢 就会影响到很多马农他们的收入 一个直接的冲击 就是杭州的楼市 大家先来看一个阿里巴巴员工发了帖子 他应该呢 是在网站上写给这个杭州市长的 说呢 他是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名高级专家 名字叫玉池家 这个达摩院他是阿里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 高级专家在阿里内部的层级呢 应该是属于P8 上个影片里边给我讲了 阿里这种P8层级的员工 他们一般这个年薪呢 都会超过100万的毛笔 这位玉池家说 他们是在浙江大学 读了6年的本科还有硕士 然后呢 毕业入职了阿里 之后呢 又经过两次签约 签订的这个工作合同呢 是2049年到期 这个其实啊 就相当于是签订了一个终身的劳动合同 他说呢 他在阿里工作的绩效 是多次拿到了3.75 最近业务调整 给他打了一个3.25 HR呢 突然又让他解除合同 只赔偿三十几万块毛笔 他说呢 他对这种裁员呢 接受不了 因为他在2018年买了房 每个月负担的房贷呢 就有3万多块的毛笔 最近面试找工作呢 也是很难 没有合适的薪酬 在这儿呢 先说一下 他这个帖子里边 提到的阿里这家公司的 这个绩效考核标准 里边这个3.75 3.25之类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呢 就是阿里内部的这个绩效考核标准 他对这个员工的考评呢 是5分满分 大部分员工的这个标准呢 都在3.5分以上 就是这个符合期望 那这个考评 他一旦是低于3.5 就比较危险了 就有被裁掉的这个命运 刚才说了 阿里研究院的这个员工 他应该呢 就是最近的一个考评 得了3.25 结果呢 他就被裁掉了 这儿的最关键啊 就是他说 他是在2018年买房 他每个月要还的房贷呢 就有3万多块钱 那现在找新的工作啊 没有这个合适的薪酬 他的意思呢 就是新工作 给他的薪酬呢 不足以让他还每个月 3万块的这个房贷 刚才说了 像这位原来阿里这个 批八层级的员工 他原来的这个收入的 都是年薪过百万的 所以呢 原本他每个月 还3万多块的房贷呢 是毫无压力 但是呢 现在一旦是被裁员 新工作收入啊 巨减 那他现在呢 就这个非常麻烦了 这个呢 也是杭州的楼市 现在也非常麻烦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特别呢 是在阿里这家公司总部啊 所在的这个杭州 蔚来科技城的区域 大家呢 再来看两个帖子 第一个帖子的铁主 他说呢 他就在杭州 宇航区的这个蔚来科技城 今天发现 童小区的邻居 竟然以这种方式 这种价格 跑步离场了 留下单价6万5买入 并且呢 还还着房贷的我呢 在风中凌乱 下午呢 又得知阿里很多部门了 有大动作 将向社会输送大量人才 真的是雪上加霜 魏科三兄弟 我拿什么爱你啊 他这说的这个魏科三兄弟 就是这个阿里总部 所在杭州 蔚来科技城这个区域的 三个热门的楼盘 这里边呢 应该有很多业主 都是这个阿里的员工 阿里很多部门 有大动作 将向社会输送大量人才 他这说的就是这个阿里的大裁员 他这个邻居跑步离场 是把他的房子 以每平米 三万五千块的 这个价格呢 给卖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这套89平米的房子 是卖了320万 那这套房子 以前的价格 是多少 曾经达到过 每平米呢 是六万五千块 那从曾经的这个六万五千块 每平米 到现在的三万五千块 每平米成交 价格呢 是跌了 差不多40% 这个呢 应该呢 不是个例 当然了 再来看一个卖房的广告 也是杭州蔚来科技城的 阳光城蔚来月 这套房子呢 是126平米 现在呢 是600万毛币可以卖 降价了 是350万 也是降了40% 所以呢 杭州蔚来科技城这个区域 它的房价 跟最高点那时候比 下跌了40% 这个呢 应该是事实 狗儿认为呢 这个一方面 它反映出来 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企业 他们裁员的一个结果 另外呢 同时 也会给阿里的这些员工们 还没有裁的员工们 更多的压力 因为这个道理呢 很简单 阿里这些员工 他们在未来科技城买房 很多都是在 几年前的那种高点时候买的 但是现在这个房产的价格呢 可能都下跌了40% 那他们现在 都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大家都可以想象啊 估计 不少人 他们连这个断供的心思都会有 而且呢 这个杭州的楼市啊 它不光是 这个未来科技城区域 大家来看 在昨天 杭州本地媒体的一个报道 杭州房东们的焦虑 我的二手房 卖不掉 这个报道里边说啊 就是杭州现在的这个二手房的市场 你即便是在市中心区域的这个房产 你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降价 几乎都是很难卖掉 很难成交的 而且呢 这种大幅度降价的比例呢 都在20%左右 也就是说呢 杭州啊 这座中国新线城市的房产 即便是在市中心的地区 现在你如果说想卖房 你不降价20%左右 可能呢 就会很难成交 在未来科技城 这样的这个杭州的郊区 你可能呢 要降价40%才会有人去接盘 这个信息 在杭州的网上们 都可以这个重点的参考一下 那在中国的这个老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他们现在这个房地产交易的情况呢 同样也是很差 很麻烦 大家来看在上个月 上海楼市的一个情况 二手房成交和挂牌量 纷纷刷新高 房东挂了很久 还没卖掉 还有在这个月 北京的情况 说这个北京的二手房 挂牌量呢 逼近12万套 一天降价20万 只求一卖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已经是很清楚了啊 即便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 即便是在自古以来 这个房地产情况都最好 都最保险的这个北京和上海 那现在挂牌卖房的人呢 都是达到的历史新高啊 就是前所未有的人呢 都在挂牌卖房 但是呢 这些房子呢 都不好卖 因为愿意去接盘 有能力接盘的中国人呢 太少 所以呢 中国房地产 现在的这个情况 他在今年呢 也是经历了一个啊 很短暂的 这个所谓的反弹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然后呢 很快就又这个重新 不行了 重新回到一个下滑的轨道 你向北京 向上海 向杭州 这些中国一线城市都这样了 那中国其余的城市 特别呢 是这个最广大的中小城市 肯定呢 就更惨了 更麻烦了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在今年 中国这个房地产行业啊 中国的楼市 他会不会 有一个明显崩盘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大家呢 也都可以密切的去关注啊 好了 今天的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